不講劇情 整部戲的武打場面真是處理得不錯 但是中港兩地的票房總收入 只有四百萬人仔 什麼都搞成這樣啊 這壇事可以講得是 誠也黃禎 敗也黃禎 其實又不怪得阿禎仔 寫動作劇本完全都不是他那份 能夠成為一部成功的作品 劇情的獨特性同樣重要 大家去看末段的劇情 或者會找到部戲的死因 你去看末段的劇情 來面峰 你去看末段的劇情 再看末段的劇情 劇情 痛 啊 啊 啊 不知是否王晶都想捧吳运龙做李小龙第二 所以在抹断恶战连长的环节 就高度参照了李小龙在美国回来香港 拍过几部武打片的姿势和剧情 尤其是在龙增虎斗道和石坚决斗那场 和死亡游戏里头死亡塔那条故事先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个马泳征完全不是一直在观众心目中的那一位 编剧安插了不少李小龙那几部武打为座的桥段下部戏 那你是拍李小龙还是拍马泳征呢 反而跟回陈冠泰的马泳征故事来拍会较有说服力 现在跟车这么贴 大大减低了部戏的原创性 说真的哪需要搞这么多东西 打得好看就碰个鱼借啦 这件事可以说是浪费了 五蕴龙这么好伸手都销售不到 真是好替他不值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整部戏拍到灰灰暗暗 不看五蕴龙戴着那只绿色的肉鸭 还以为在看黑白片 没错 这样的色调是配合当时上海的时代背景 但是现在的观众看不惯呢 你说趁五蕴龙黄狗这期那么红 将部戏打回恒丁颜色再发行 都应该有点看头 说回回头 部戏的导演黄晶浦 都不是泛泛之辈 2024年3月1日 他执导那部台湾电影 《周柱徐三寒》在大陆上映 票房大收 真是此一时 彼一时 哈 如果五蕴龙那时不是签了黄晶间公司 而是签了杨寿城间英王 他会有谢霆锋 和陈伟霆这么红都未定 不知这些叫 命运暴龙 还是命中注定呢 I Cantonese 爱广东话 粤语保育及传承 如果觉得内容適合看的 Subscribe Subscribe